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 裁定美国总统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为限 此举意味着签署债务减免计划的2600万美国人 将不再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债务 拜登于2022年8月宣布 为超过4000万名贷款持有人减免最高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 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法官认为 债务减免计划违反了重大问题原则 重大问题原则允许法院判定一项未经国会授权的行政部门政策违宪 保守派法官同意拜登政策过于重大 并且应用非常主观 所以判定其违宪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7月将宣布世界上最常见的人工甜味剂之一 阿斯巴田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 这将使该机构与食品行业和监管机构形成对立 阿斯巴田多用于无糖饮料 口香糖 酸奶等 甜度是普通热糖的约200倍 但热量几乎为零 而且没有糖精那样的苦味 因此被食品工业视为代替这糖的甜味剂 阿斯巴田于1974年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作甜味剂以及多种食品的添加剂 在欧洲 阿斯巴田1994年获准作为这糖的替代物添加到食品中 但围绕阿斯巴田对健康的影响数十年来争议不断 在致癌性方面 美国公众利益科学中心2013年发表声明说 动物实验发现阿斯巴田可能导致白血病 淋巴癌等癌症 它不应该出现在食品供应体系中 美国癌症学会此前指出多项人体研究表明 阿斯巴田与癌症风险增加之间没有关联 今年5月 世卫组织发布一份关于非糖甜味剂的新指南 建议不要使用阿斯巴田 安塞蜜 糖精等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 长期使用非糖甜味剂可能存在不良影响 如增加二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和成人死亡率的风险 欧盟27国领导人6月30日集体表示 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是欧盟首次通过这样的方式 阐明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有欧盟所有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欧盟理事会峰会在周四和周五两天举行 会议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就是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会议公布的结论文件将这种概括为一个所谓三位一体的立场 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伙伴 也是欧盟的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 欧盟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 立即彻底和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 欧盟峰会这次就中国政策达成的立场 与之前相比明显强硬了很多 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将在9月开始生效 荷兰出台的最新规定没有明确说明针对中国 也没有明确指出芯片制造设备生产厂家 但是很显然在芯片制造领域拥有领先地位的荷兰公司阿斯麦将受到影响 根据新规定 该公司向中国出口最新型型号的深紫外光刻机 需要向政府先申请出口许可证 这是欧盟近期发布经济安全战略以来 欧洲国家为去风险化率先买出的第一步 直接保护荷兰在芯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防范关键技术外流并用于敏感的军事领域 近日中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是中国首部基础性 刚领性 综合性对外关系法律 是完善涉外法律体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 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重要里程碑 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当然 对外关系法也明文规定 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危害中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 这部法律规定 中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参与国际规范制定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